阿美大老师哪些星座的人 要小心 2022年的下半年 健康会出状况 而其中特别有一款是 肠胃会出状况 应该这样讲 我们现在大家其实都有概念 知道说健康 其实是每一个人 最重要的财富 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 你不管想要谈恋爱 想要赚钱 想要拼事业 你才有这个资本 所以我们今天 从星盘当中的太阳 跟上升星座来提醒一下 下半年真的需要注意 健康的星座有哪些 以及哪个方面的健康要注意 首先第三名 如果你的上升跟太阳 在狮子座的朋友的话 阿冠举手了 哪一方面 过于享受缺乏运动 我们在讲 狮子座的朋友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上半年 你真的很努力工作 可能你会觉得 其实我真的今年上半年 我好努力 我现在觉得 其实我的计划也差不多 年度目标达成了 我想要稍微的放松一下 或者是有一些狮子座 今年其实是自己的健康整治年 他定了很多这种 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 不管是运动计划 饮食计划 可是你知道 上半年非常的紧绷在 执行中 真的 对 所以也要小心 可能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你就觉得 目标也达成了 我想要 不管是增肌减重 都达成目标了 所以你有那么一点点的 犒赏自己式的放松 那会因为这样呢 所以特别是在这种 我们说 不管是体重的控管 或者是一些心血管方面 可能要多加留意 还有一种狮子是 刚好相反 他会觉得说 我还是要 今天要注重健康 所以他特别成为 这种假日运动员 我们说这个对 这个健康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嘛 平常都没有控运动 一到假日 拼了命的 在这个健身房上面 这其实也不好 所以都要注意的 第二名呢 如果太阳根上升 是落在双子座的朋友 哪一方面呢 吃饭太快 就容易消化不良 书语 书语有上榜 真的 其实像双子座的朋友 可能像你这样 你今年其实真的是 力拼事业的一年 其实你事情排得非常的满 但是呢 像双子一样的嘛 个性其实有点急 因为我好多计划我要做 所以饮食方面的这种 节奏 可能要去拿捏一下 好 然后呢 就吃得太快的话 特别是在肠跟胃 这两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 一方面是自己的 平常的保健 可能像刚刚营养师说的嘛 有一些食物 可能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然后就是把它调理好 或者是补充一些保养品之类的 就这样子 让自己的这种肠道跟胃部 其实是要保健的 其实我看了一下 这个书语的 你刚才讲你的饮食习惯 因为你的月亮在狮子座 你个人哦 你个人其实你会很在意 那种吃的时候的一个气氛 对 就真的让你说 我只是吃东西 只是要填饱肚子 这对你来说 你会觉得我不太能接受 可是因为这样子 特别是月亮狮子 我会提醒你 有时候你会那种 一次真的是吃得太丰盛 因为你一方面 你会觉得说 我辛苦了一整天了 我为什么不能好好的 真的是靠赏一下自己 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太久没进食 突然间太丰盛 其实一样会加重了这种肠胃的一个负担 所以可能要多注意 第一名真的要最小心的是哪个星座呢 太阳跟上升坐在双鱼座的朋友 我们说常年的旧级 可能真的是输于保健 昧这个太阳双鱼有上榜了 像这样子双鱼座的朋友 其实就是说过去你可能有一些 曾经可能是这种健康上面的一些状况 我自己也很小心也很注意 其实我都调理好了 所以容易怎么样 轻忽了 就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你身体都调养好之后 其实那种定期的一个追踪 其实还是该注意的嘛 那双鱼座的朋友 特别是在哪个部分 我们刚刚讲 双子是肠跟胃对不对 那双鱼特别是在胃部 胸部这两个部分 这边可能是特别注意 那就说 因为对双鱼来讲 你不是那种突发的一个新的疾病 所以你过去 你可能把它调理好之后 那我觉得就是 你除了饮食作息之外 一样的一些那种 你该有的一个关注力 跟一个保健的话 我觉得多多去注意的话 虽然这个风险很高 可是对双鱼来讲 我只要注意到的话 我可以就免掉后续的 很大的一个麻烦的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现代人太忙了 然后三餐都乱吃 随便吃 所以健康也很难兼顾 那所以在这个方便 跟健康中间很难取得平衡 就是问一下 书宇 工作压力大 吃饭也不正常 也会让你前一阵子 胃出状况 对 而且我还蛮严重的 那一阵子是 就是我这个很重吃的人 所以我不喜欢在很 就是工作状况啊 工作的状态下去吃东西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吃的东西不美味 所以我会例如说早上出门 我就一路工作都不吃东西 所以我会 我假如说知道 我今天例如说九点会到家 那我大概八点多的时候 我就脑子开始跑遍各种食物 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 那些食物可能已经点好 或者是回到家赶快煮 然后那个放在桌上 全部做好 就是我自己做好以后就会 开始慢慢享受的 它要那个 对 但是我会把一整天 就是该吃的吃回来 然后就可怕了 我那时候就是 这样子不健康 对 我不知道 可是我那时候是 会发现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我心脏有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没办法呼吸 我就觉得我为什么 悶 每天悶到吸不到空气 然后躺在床上就觉得 就是怎么会这样 很严重 然后狂吐 一直吐 就是我照三昌 就是有时没事我就会吐一下 吐完出来 我就跟我老公说我就好了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后来去看医生 才知道我真的是 已经胃食道逆流 胃酸过多 血压低 血压低到40 40很低 非常低 40差不多 就是已经 快要再见了吧 对 很低 真的很低 护士看到想说 你这血压也太低 所以我那时候 你要准备随身的AED 对 这自己帮自己 还有自己帮自己的这样子 但是 时不时要吃糖果啊 其实我那时候自己 已经感受到 那个严重的程度是 我要 因为我太不舒服了 然后像在家里 我想要去泡个澡 然后但是老公在休息 我怕我会就这么离开了 所以我泡个澡 我调闹钟 每十分钟闹钟会叫一次 我就跟老公讲说 你只要听到闹钟 一直响都没有听 你赶快来看我 这么严重 因为我身体已经不舒服 这么严重你还泡澡 真的啊 蛮很严重的 你如果随时随地都要走了 你还泡澡 因为不是 泡澡是因为我身体太不舒服 我希望有其他方式 可以让自己舒服一点点 但我去看医生 可是那时候还在 就是还在检查中 还在等报告 所以我就只好用各种方式 让自己好一点 可是我又觉得 我自己是不是快不行了 才会用这样的方式 这个蛮严重的 那现在胃很 有啦 就后来就慢慢地 就是去了以后才知道 原来就是因为我饮食状况造成了 就是三餐还是要正常吃 而且拖这么久才吃东西 大小餐还放在晚餐 对 我现在 大小餐 而且一天吃一大餐 一次把他解决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每一餐 就是三餐 我一定都会吃 早上起来一定要吃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 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足 跟着心向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 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出官方粉丝团 domestic 敬拜 速度 收拾 编晕 糕 儿